預備 其實不會啊 要是很長然後可能早上很早要是有別的東西 因為有人想看了他就看得越少了 對啊 不要這樣也沒有錯 就是說請是看你自己對這部分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有興趣一部電影有時候兩個半小時也是看完的 但是電影一般上課的都可以做得像電影一樣 因為電影還是比較的情節 不要有一個這個刺激點啊 或者是比較緊湊啊 清潔啊 你們看得比較開心一點 那一般教學錄影帶 尤其是假設上課的人 不是這些人說 我在那一堂課帶過我過一些互動 所以我帶有一定感覺 如果不是的話也會看講笑話不一樣 好 講笑話 好 我們今天講笑話 那個水跟錄影其實簡單 我們地球上有多少水 很多喔 很多水 如果拿個籃球 拿個籃球 有人這樣曾經描述過 假設這個籃球是地球 你覺得地球的水有多少 70% 非線條的部分 70% 什麼叫70% 70%是什麼意思 地球的水有70% 100%的那邊有70% 地球 你的地球沒有這麼大 所以說假設這是一個籃球 你這個體積有70%是水 是這個意思嗎 對 面積啊 面積怎麼樣 面積的70% 面積啊 面積啊 啊 深度呢 深度 大概一公分 一公分 一公分喔 這個球一公分 好 其實比較簡單來講 你把這個球拿去水裡泡一下 拉上來 拿上來之後表面剩下的水 比現在目前地球比以上的水還多 你可以想像嗎 可以 就這樣薄薄的一層喔 不是一公分喔 70%的面積還有一公分沒有那麼多 就是 你把那水沾到水裡面 把球沾到水裡面去 拉起來 拉起來 滴滴滴滴滴滴 表面上還剩下那些水 就大概這個這樣子 比例 跟地球的比例差不多 比一下這樣 有感覺嗎 有 有感覺 我們現在先想一下地球 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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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資金有多少 忘記了 我也經常忘記啦 第九資金 3.14159265 3.14159265 3.14159 3.14159 2.6 2.6 2.6.5 K K K 它是像個 它都贏耶 沒有 我通常沒有剪掉 啊 有 3.14159265 K 什麼東西K 我明明就是拍 K 這是一個自然區塊 拍 拍是這個東西 就跟地球的直徑 關係不大 好 對 地球的直徑是多少 100公里 其实在以前是很难计算很难量测的 但是是有方法 这100公里 我猜是100公里 我猜这个还要走一点 有什么可能 我们先想一想 地球一周指定 一圈是多少 3.4.5.9.6 你们有没有几十多过 光一秒钟可以走 地球有多少圈 7千半 记得这个就好了 光速C等于什么 3.3.10的8.48 对不对 因为单位是公尺 很重要 有些人都不讲公尺 不知道在讲什么东西 单位很重要 因为单位代表的是 我们在讲什么 你用力多高 180 180公斤 对吗 超对 超对 你身高是180公斤 奥拉尔 身高 身高 公分 公斤喔 好了 180公分是很高 但是180公斤就不一定了 好 光速是 每秒 30万公斤 也就是三水池的80公尺 它是7.5圈嘛 对不对 我要除7啊 所以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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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一圈多少公尺 多少 刷一下 3.445公尺 对不对 一圈买4才10的7.48公尺 所以大家多少 哪有多少 哪有多少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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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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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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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圈 你只有3而已 1K 1圈大概是4万公里 我们地球一圈4万公里 对不对 地球一圈4万公里 地球一圈4万公里 然后 那直径是多达 除1 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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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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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公里 公里 4萬 1000公里 要 1000公里 還是 多 我 大概這邊 1.2萬 就差不多兩千 因為我寫死的四十湯 會貨成一千啊 所以我把它寫一萬啊 死的四十湯就是一萬 所以1.2萬公里 最直撐多少 一千兩百萬公里 好那我們知道 最深最深的最深最深的海溝是多少 多深 差不多一萬 大概十公里 平常的厚度平常的深度大概多少 一半的深度 幾百公尺 幾百公尺 200到300公尺左右 這差很多 因為像地球這樣表面 現在在牛肉山 我們現在在海邊多少 我們現在在海八 200多 200多到300公尺左右 可是聖苦蜂最高 18千嘛 所以八公里左右 所以海溝最深的大概是十公里 陸地上最高也不到十公里 大概是八公里多 大概這樣 那平均高度呢 平均高度 地球表面的 地表表面的高度 平均高度 大概是從幾百 像金剛山高原啊 西藏那邊大概是四千 平均高度大概四千 但是anyway 我們假台力的話 平均大約是三百 大部分是三百多六 像台灣海峽反而比較深 台灣海峽 比太平洋還深一點點 台湾海峽比較深 比太平洋還深 比較深 所以是三百多六千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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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는公里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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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籃球有沒有30公分 差不多30公分 那用半徑這是半徑 半徑是15公分 15公分 15公分再約掉 想辦法約咩 4000 再約這樣 1600 可以嗎 111300 1300分之1 1330 1300分之1 單會什麼 公分 你怎麼能 怎麼能 這大約 4000除以3不是大約是1300嗎 OK 謝謝你 應該是1333 因為這是自然對 所以呢 也就是什麼 也就是 我們地球上的厚度 一個籃球來講的話 地球上水的平均厚度 大約就是 1333分之1公分 那我剛剛講的 把這個球拿水瓶去沾水拿起來 這個厚度 事實上比這個還厚喔 比這個還厚喔 所以水相較整個地球一樣 事實上是非常少的 事實上是非常少 所以人更小 所以你看人還可以被一個海嘯淹死 一個海嘯過來就幾萬個人死掉了 你看那麼一點點水 可以製造成一個海嘯 是非常有辦法的生氣 所以這個比例子讓我們感覺得一下 地球是讓我們人類 或我們所感受的東西 是大很多 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其實是很大 好了 蛤 這麼多水還是這麼少的水 我們想看他對人類的影響 這麼多的水 你覺得多少水整個 一趴 一趴 兩趴 兩趴 一趴到兩趴 應該說我們今天講說淡水 淡水有多少 一趴 淡水大概是一趴到兩趴 這一趴到兩趴 差不多一趴 一趴到兩趴分布在哪裡 地下水 河川湖湖湖 還有呢 冰 冰 冰主要分布在哪裡 南極跟北極比較多 可是那邊還不都是海水結成冰 沒有 沒有 他結成冰之後他會跟鹽水跟泥 而且他大部分的水 大部分的冰是因為天上掉下來的冰所結成的 而不是從地上 不是說地上那個海水結成的冰 不是嗎 對 不是啦 這是 曬太陽的脫皮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會不會曬傷 蛤 你在做什麼事情 你會不會曬傷 我清明節回台中 之後的那一天 我就騎腳車上山來看小雞 那騎腳車上來的那一天 太陽很大 可是很奇怪 才又有騎腳車上來 可是他每次會有什麼事情 好 了解 這個很厚 對 因為這藍金大概是有多長 藍金大概是有多長 10公尺多 10公尺多 10到20幾間 10到20幾間 所以 這他在那些地址上去 一頂頂 一點點 那這樣比航空不是小那麼多 當然小啊 好 好 問一個問題 有加分嗎 三黑 三黑 沒有 這是 這是 這是雞翅 半根好不好 我那個半根要拿掉 等一下會有機會 第一棒最大的生物是什麼 藍金 最大的生物 最大的生物 這藍金嗎 當然不是啊 是 蛤 不是啊 不是啊 不是巨人 巨蛇飛 不存在的 蛤 聽到什麼 巨蛇飛 什麼巨蛇飛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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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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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對 對 對 抱 錯 魚類 錯 海 海洋生物嗎 你說看啊 你說看啊 我記得要不是這藍金嗎 不是不是 達帥 不是 常可以錄 不是 會不會小 不是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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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神話 我們真的看過的啊 快點快點 這麼簡單的地步 好 真的要死處跑 下半點 說出來 加半點 再重新講一聲一點 是不是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 這個算了 地球 樹壞了 就是樹啊 賴死而已 哈哈 他答對了嗎 樹啊 他答對了 地球上最大的生物是樹啊 生物 樹可以到幾百公尺高耶 那還好 那樹是生物喔 算體積嘛 幾百公尺高 那會死 體積 沒有體積 大概要三十個核爆耶 三十個才爆得起來 三十個核爆 三十個了 手先手放 可是 你這樣也不一定啊 藍金搞不好也比樹 所以這你的意思是說 因為你把它留 可能有機率可以降球 看不到啦 你把那棵樹 如果看到太平洋的話 它會冒出來 冒出頭來 就很高啊 兩三百公尺以上啊 那藍金也會啊 你有一隻藍金突然冒出來 就說 我什麼腳踩在海底 它可以冒出頭來 腳踩在海底 腳踩在海底 所以拿到海上 比較爬樹就好啦 有樹 不要啊 有這種樹 但是不是到處都有 有這種樹啊 你說什麼 那那個樹會不會浮起來啊 木頭會浮起來 會浮起來 對啊 假設你把那個樹 種在海裡面 它可以冒出頭來 沒有那麼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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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長的 有有有有 幾公里 沒有幾公里 兩三百公尺啊 看你不是水 那個 我剛剛講水 平均深度大概兩百到三百 平均深度啊 好好好 那你如果 你如果都這樣海溝 那沒有辦法 海溝你把整個聖五宮 丟進去 那還不會填滿 海溝很深啊 那個海溝非常深 但是樹有這麼大的 所以 好啦 這個 腮包不算 腮包 什麼腮包 這邊很難畫 半條再畫一條 其實我剛剛問的是 樹不算生命嗎 樹不算生物嗎 樹不算生物嗎 樹不算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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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對生物的定義是什麼 生物跟植物 那是地球不算生物 地球不算生物 地球不算 沒辦法複製啊 它不會自己複製成另外一個地球 看來 爛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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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水利口 都是複製啊 那沒有辦法 可是地球沒辦法 我也希望它 所以生命的定義就是有細胞 可以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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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的複製 自主的複製啊 自主的複製啊 那這跟有細胞一樣 有細胞 對啦 細胞 一般來講 細胞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細胞就是生命的一種 你要定義細胞 是一種生命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淡水的分部 大概只有淡所有的水 大概兩趴到三趴 你一定叫做一趴到兩趴 一趴到兩趴 兩趴到三趴 再問一下 這些水裡面可以喝的有多少 一趴 蛤 這一趴裡面有多少 你看這一趴到兩趴之間 有很多是冰嘛 你真的可以喝這水 一趴 你取不到啊 在南奇北京怎麼取得到 龍鍋 你不方便取得嘛 我講說可以喝 但是你現在吃 比我們這樣喝 你講說可以喝 我過去我就可以喝水了 對不對 你一直講的可以喝 我說你隨時可以 我現在在修動我的題目啊 你剛剛的問題是 你隨時可以取得 可以喝的水 又有多少 一趴 30趴 一趴 一趴的杯子30趴 一趴裡面的一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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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趴 一趴 我沒有看 沒有看就對了 對啊 總共淡水是一趴到 三趴之間 但是三趴我又 我又才對 然後這三趴裡面 這三趴裡面的30趴 就是可以喝的水 就是地下水 河水這些 湖水 是可以喝的淡水 只有一趴 所以我們真正的 整個地球上所有的資源 水資源 真正我們可以 隨時取得 只有一趴而已 只有一趴而已 你看這水已經夠少 這裡面可以用 只有一趴 現在不下來 對 現在不下來 這是 對我們目前台灣 很少的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 台灣水為什麼流不住 山 會四面黃海 應該是山的問題吧 四面黃海 然後水問題流不住 山的問題怎麼樣 山會擋住 山會擋住 不是 應該是山它會讓它流掉 上面很激 很激 在那邊 等一下 等一下 應該是這樣 水流下 水流下來 三橫斗極 所以水 它就掉海邊區了 對不對 像 中國大陸 它可能就很難 水下一下 它從中原地區 要流到海邊 它流很遠 它比較平淡 所以說中心過程上 就會很多 會有預期 整個小湖 哪個小湖 哪個小湖 就當作有湖泊 對不對 所以它比較水流 所以它比較水流 很想湖泊會有魚嗎 湖泊會有魚 湖泊會有魚 可是魚是怎麼可能 有細菌啊 細菌啊 細菌弄弄弄弄弄 就跟地球 為什麼當初只有細菌 現在會變那麼多人 這個意思是說 它有一個湖泊 它就自然產生魚肉 不是 好咧 好咧 好啦 這個東西其實很不常 它又會像那種青蛙 跑過來生啊 然後就 客頭 有可能是怎麼樣 假設現在有個內陸骨 你會覺得內陸骨 裡面有生命的出現 但是 有可能 因為地球的演化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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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過程 你這很久很久以前 有可能是地面要是海啊 海就可能有生物流下來 那突然地面 融起來 凸起來 它變成一個內陸骨 內陸骨 是不是有些海流在裡面 這時候還是 還是鹹水 可是鹹水它慢慢的補充淡水 然後水會流出去 慢慢補充淡水 水會流出去 所以它慢慢的會從 鹹水慢慢進化成淡水 在這過程當中 魚它必須被破淨化 淨化成它可以適應淡水 它流走下來 所以水就在演化 那我講的過程當中講得很快 但是它可能隔了 10萬年 20萬年 懂嗎 所以這些魚也是可能 從海裡面的魚 演化成淡水的魚啊 那這些魚就流在這邊對不對 然後有一天 這邊有新的湖火 產生了 那這魚怎麼過來 就有可能是 譬如我今天鳥类飛一飛 這邊吃東西吃一吃 我腳沾了魚卵 那就飛到另外苦苦去吃東西 或者是去洗澡 或者是去喝水 結果那軟體就掉到水裡面去 它就孵化了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 這個後面的掀息 就很多種可能性的原因 ok 好 那 我們台灣的水流住 為什麼 剛剛講說是 因為 山蝕頭翹 所以水泡去幫忙 那怎麼辦 蓋水庫 蓋水庫 水庫很簡單就是 水流下去給它圍起來 這邊就變成水庫了 所以十分水庫 所以你們講說 哎呀十分水庫 已經乾乾到什麼程度了 我們又看到一個神奇的 神秘的 青蛙 神秘的青蛙 青蛙石是在日月堂 青蛙石 日月堂有一個九隻青蛙迭代式的青蛙石 當日月堂的水 開始退的時候 沒有水的時候 沒有下雨的時候 這慢慢青蛙石漏出來 青蛙石漏出來 大家就會覺得景氣 你就 哎這個 快沒有水 那在十分水庫有個地方是什麼 當初 市場就是挑活嘛 所以旁邊有些人家 那所以有土地公廟 然後他後來就把那個 水啊 這個是 山對不對 那水 水從那邊流出來 那旁邊是有人家的啊 旁邊有人家 然後他就是 把這邊 你把他們圍起來 圍起來 圍起來之後 這邊就開始存水了 家裡就被淹沒了 對家裡就被淹沒了 所以其中有一個土地公廟 所以當他水開始 水 用到沒有水的時候 土地公廟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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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土地公廟露出來 土地公廟露出來 就缺水 放在那個水 很缺乏喔 好 那還有什麼樣的原因 是我們沒有缺 多悶水不夠用 還有什麼原因 太陽太大 太陽太大 太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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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太餓 來幫我們出工用 蒸發 蒸發 蒸發事實上是蠻快的 但是事實上沒有到我們使用的那麼快 我知道了 所以我們水本來就少了 因為我們地小 地小所以你能囤積水的地方很少 可是事實上有個地方 而且我們人就密度又大 樹太多了 可是事實上我樹太多 到底樹多是好還是不好 好啊 他把水吸光都好 他會把水吸光 可是樹 他都知道太多了 樹其實 樹它其實我們說它可以涵養水質 樹有樹的時候 一個它可以淨化水質 第二個是它可以讓土不容易崩塌 土不容易崩塌 土就會含出一些水 土就像海人一樣 它含出水 所以你下了雨之後 這水會存留在樹很多 像森林為什麼很通常 森林可以涵養水土 土就可以被保持 然後水就可以被蓄在裡面 那像是一座山來講的話 這是一座山 我們下雨下下來了 所以表面的水會直接流走 那還有一些水會怎樣 滲透嗎 滲透嘛 假設這邊有樹對不對 它有根樹 它會滲透到這水 它隨著樹滲透到這水裡面 滲透到土裡面 滲透到土裡面 然後勒 然後吃到這山裡面 會有一些地下的水道 地下的浸流 它有地下的水道 然後這水就滲透到地下水道 然後這水就滲透到地下水道 那地下水道之上 它就是整個地下水 像台灣的地下水蠻多的 很大一片 很大一片地下水 可是我們現在有個狀況 地下水有些不能用 為什麼 汙染 工廠的那一面 難怪 你的問題 可以加一點 主要是什麼 工廠的虛擰 工廠為什麼才美 工廠 對 嗯 為什麼 為什麼 不然我們超中地下水就地層下線 對啊 會地層下線 超中地下水地層下線 可是如果說今天地下水是 耶 這東西我不能說 你這樣講真的沒有道理 你們心靜會大加一點五分 這樣講是有點道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但是因為地下水本身有很多用 你看像這個地下水 本來這個水是很多的水 結果就有人在尿尿 你敢不敢喝 超不敢 你除非說B級的不得不喝 基本上你選不得不喝 可是如果說我現在放的不是尿尿 我現在放的是毒水 這一鍋水基本上就是不能用 雖然它有自身地面的功能 可是自身地面的功能 如果以生命來比較 自身地面畢竟是生死關頭 會比較久一點的 但是我也不太久 他說我們台灣 他下一個月 我就說他下一個月 對 等一下我們講 如果整個台灣 整個講地球 地球 我地球沒有插在金融片 他利用的上 他下面是土 我在下面是什麼 等一下考慮到 我們先把他講完 然後他水如果排到表面上會被看到 所以他就挖個洞 排到水裡面來沒有被看到 可是因為這樣子 這地下水箱 尤其像高屏地區的地下水箱 其實都不能用 可是水的資源很多很多很多 那他再加一個月 就會把水抽出來 是養魚嘛 養魚養蝦 可是因為他養魚養蝦 雖然水它不斷地抽 不斷地抽 不斷地抽 就水變少 水變少之後 撐不住就塌下去了 所以叫做地層下線 對不對 可是 再沒有地層下線 我們現在已經他們開始不養 不養魚了 所以地層不樣地下線 可是水都已經被污染 還是不能用嗎 那不是一個很當分的事情嗎 因為地下水這樣可以被補充 假設我現在缺水 水部都沒有水 我就拿去喝 我拿地下水去喝 我喝了下雨了 他除了水部的水會滿之外 這就是譬如假設這邊有水部 水部的水會滿之外 我還是多了水會 回到地下水進來 他還是可以補充 所以像地下水就像加一些地方 假設我這樣不超過地下水 我也許三五年之後 我慢慢就會回來了 他就會有一定的高度 他就會回來 他不會一直下線 地板會回來嗎 他就像這個氣球一樣 我覺得不會 你覺得不會 他壓下去之後 水再多就回起來了 那他為什麼之前會起來 那是那個原本的設定 好 陳佑你講這個 我不能講你對或錯 但是這個東西我沒有辦法查證 但是我現在講的是什麼 因為水有高度 所以我水下來的時候 這邊水是有壓力 我絕過了吧 對 水的壓力跟什麼有關 跟高度會能有關 沒有錯 跟我的高度有關 我的高度越高 我的位能越大 我在這邊壓力就越大 我這邊壓力就越大 我這邊壓力就越大 我就壓力越大 就有可能把土給再擠上來 那就像一個小氣球一樣 就被再吹爆 不是吹爆 吹 就會再吹起來 它可以再撐起來一下 下面這些地下球 全部都是有毒 你們可以用 那我們就攔截 那個還沒暈流下來的 還沒變毒就好了 很難啊 因為他在土裡面 他在地表下面 他地表下面 他地表下面的深度 我沒辦法去做攔截 而且他的水是 從各方面會一直進來 他並不是只有管道 對不對 我今天雨下下來了 到這個地方會領 我這邊有個地方進來 我這邊有個地方進來 可是這些管道太多 我並不知道在哪裡 同學 第一次都不行啦 我在停 我這樣不行 這樣很難聽啊 我在畫圖那邊看 我們都在講什麼 他水很難 這樣就抽出去 把他會離起來 我從那邊開始接流 所以第一次要被污染 現在是很大問題 是你根本 第一個 你除非可以這邊 把水抽出來用掉 我在普通心的水進來 我的水是髒的 是有泥 它是有泥 你說我們在表面上 這是一個補 下人做法 是我中間植物 他可以做一些 進化的功能 我做怎麼辦 怎麼辦 我把地下泥抽到地表上 可是你再抽到 那就給我塌下去 剛剛陳佑不講 那我在補水 可是補水不是我說補就補 補水要下人 補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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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這水還是不能用嗎 對 我例如說 首先呢 先把水用成 用成每一組 對 我先把它抽出來 放到地表上 它就會剩下去 然後剩下去 水就變成 可以喝了 這個 這個做法 不是不可以 但是應該是花費非常高大 金額很多 而且是 九九看你有多少錢 你錢很多 也錢很快 我就這樣就可以 然後呢 這時候 那個地下水就是海水 海水要把它變成 灰海水 就還挺容易的 是嗎 是吧 當然不容易 不容易 如果容易的話 我們就不會缺水 第一 台灣怎麼缺水 我們四面環海 怎麼會缺水 如果這麼容易 把海水變成淡水的話 我們四面環海 應該不會有缺水的問題 那海水還是比有毒的水好嗎 沒有嗎 沒有嗎 海水你這樣喝它就是有毒 海水 海水你不能喝 你喝了就會 鮮悶口高 脫水 脫水 脫水就死啊 可是又不能有毒 啊什麼就是有毒 會害死人 對啊 會害死人就是有毒 好 是不是 什麼 會害死人 唉唷 腦袋還是有在聽 好了 那我們 海水面的水為什麼是顯的 譬如陳語講的海水 海水面的水 為什麼會是顯的 因為有鹽巴 為什麼鹽巴 誰真沒適用鹽巴 以前有個故事嘛 有一個人 我知道啦 他為了運鹽 去某個地方去賣鹽 結果他買個聚寶盆 他後來有人撿了一個聚寶盆 他把鹽放進去之後 聚寶盆就生出更多更多的鹽 他很開心 就他就很很很很 他就很想要說拿這個聚寶盆 去產生更多的鹽去賣錢 他就把聚寶盆放在床裡面 就撒一個鹽之後 鹽就越來越多 鹽就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故事講 這故事是錯的 那為什麼還不是顯的 因為 因為地表的岩石被沖刷 然後呢 流入海水 海底 岩石被沖刷 岩石表面被沖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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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石表面沖刷 岩石表面沖刷完之後 他就變去穴 今天在海裡面去穴 變去穴 為什麼變鹹呢 因為 因為有鹹的成分 鹹的成分 鹹的成分 很多人在那天 玩耍嗎 還會流汗 然後海水就變穴 噢 搞不好 因為很多人都在上廁所了 然後變穴 有個消化成... 這個說法 就是上岩石 人家說海裡面 海水會一年... 一天會漲潮兩次對不對 日月糖水還可會... 一年會有一次變成鹹的 這樣嗎 不是 我知道 就當大家去... 永度日月糖水 當大家去永度日月糖水 你看兩三個小時 在裡面就尿尿了 所以那兩三個小時 日月糖水的鹹分是特別高的 好吧 好 所以... 那個日月糖水蒸發的時候 那個... 就是... 把那點不會蒸發 然後降雨的時候 所以日月糖水就越來越鹹 沒有沒有...但是日月糖水是活水 它有進你出啊 所以它水會流走 所以你剛剛... 你剛剛講的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像... 石海的鹹度那麼高 你有... 有... 不是因為石海的... 石海是有進來沒有出去喔 因為這是山對不對 這是山 好... 這邊有一些補水在這邊聚集 可是這個... 剛好是山的周圍環到這個補水 所以這補水沒有路可以出去 這補水沒有路可以出去喔 所以我山上的水不斷的流下來 山上的水不斷的流下來 這叫陳寅剛剛講 我這邊的石頭 我的岩石特別... 特別的奇怪 它是比較含多鹽分的東西 我含很多礦物質 很多特別的鹽分 所以它不斷的被海水... 被下雨沖抓 就溶解流下來 溶解流下來 溶解流下來 所以這個浮水呢 就比較鹹 那再這樣太陽曬 它就蒸發 水就蒸發 鞋就蒸發 所以這邊基本上喔 你可以看到那個... 旁邊就很多鹽塊結晶了 就結晶出很多造型的鹽塊 在旁邊喔 這是石海的結晶 它就會一直蒸發 但是... 日月潭不會這樣子 因為日月潭是一個... 火水 它水是流動的 它要補充有流出去 所以... 鹽分高的水就流出去了 好...就流到大海去了 所以在排水 蛤? 石海就是一個... 它沒有流出去的管道 那這樣... 我能不能在石海上面蓋房子 那為什麼會在石海上... 因為它... 岩分很高 所以它密度很高啊 那我會在石海上蓋房子 沒關係... 它密度沒那麼高 它密度只是... 我蓋木屋 木屋... 隨便都可以蓋 應該在石海上... 對啊... 那石海喔 基本上你... 你可以... 坐在石海裡面看書喔 你整個人進去 大概到這邊就浮起來 就是... 像我剛剛在海裡面 可能是... 你浮到這邊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石海上 可以浮到這邊 所以他們又有人做的時間 就是這樣... 就這樣稍微... 靠著... 就是又像這樣躺著一樣 坐著一樣 就可以看書了 你身體就是... 大概這麼多浮在水面上 就可以在上面看書 維持下去 好... 那... 那... 就超鮮的 什麼超鮮的 什麼超鮮的 就超鮮的 我知道 所以你這樣死的話 就是... 呃... 它寫過越來越前 為什麼 飽和了 就飽和了 你一直看一看 它就飽和了耶 因為它慢慢的水分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它就... 半點 半點 不能隨便講一句話 就加一點了 好... 它慢慢的就飽和了 那飽和就不會再更鮮了 它就是維持那個鮮度 對不對 好... 那夏天比較鮮 還是風力比較鮮 夏天 夏天 為什麼 夏天 因為水分子 力度重要的時候 它會被... 增發 然後剩下一個增發 所以夏天比較鮮 你的意思是夏天比較鮮 因為水被... 水被增發 增發 增發 可是它最鮮的 應該不對吧 所以你的說法 不是... 剛剛那個... 冰兒說比較正確 因為夏天的水溫度比較高 所以它可以溶解的水比較多 所以它水比較鮮 對不對 你到冬天的時候 溫度低嘛 所以水的溶解度比較低 所以水溶解度比較低 所以水溶解度比較低 水溶解度大放鬆一下 就吃麥當勞去 好啦 那... 海裡面的水 我不能直接用 那我怎麼樣用它 海裡面的水無法用 蒸餾 蒸餾 你知道在... 在燒田 在燒田 燒田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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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田拍 бр宗生錘 什麼... 不是有那種... 存綠的診 deep 有那種 不能觸透 可以... 那就是... 我們在蒸溜那個... 存綠的診法也是那麼簡單 那... 在燒地阿拉伯他們說... 像... 以色列是商務國家 人人不會缺水 為什麼 仙人掌 廣仲西 仙人掌 商務國家 他們下雨不用派沙 可是他們沒有缺水 為什麼 因為他們騙自己 他們會看到那個 還是生的 他們的水會囤積 所以他們人都不用水 那怎麼囤積 他們水會滲到沙漠底下 滲到沙漠底下 滲到沙漠底下所以就 所以他們水 可是他們下雨很少 怎麼滲到沙漠底下 哈囉 坎仙人掌 早上兩個太認真了 坎仙人掌不是幾個方法 他水是不夠啊 裝除濕機 從空氣中取水 這是個方法 但他們實際上有在做海水淡化的工廠 他們就有海水淡化工廠 因為他們有警覺性 這國家就是有警覺性 我們就是缺水 所以他們就不斷設計說 怎麼去取水 就像陳雲剛講的 海水淡化並不是很難的科技 可是你必須經過有人去投資開發 他才變便宜 他才可以變便宜 他讓海水淡化變便宜 這是什麼事情 他們的水不是那麼便宜 譬如像台灣一度水多少錢 你知道嗎 一度水 十塊 幾塊錢 一度水大概兩到三塊 兩塊 兩到三塊 一度水有多少嗎 三塊 一度水有多少知不知道 三百價 你講過了 我講過多少 多少 一立方公尺 不是 一立方公尺 一立方公尺 我們平常喝的寶特瓶 那個寶特瓶 寶特瓶 這個沒有小寶特瓶 一般的小寶特瓶是幾公升 六百 六百CC 就點點六公升 所以一公噸的水可以做幾罐這個 五公噸 啊 很多罐 幾罐啊 一百 幾百嗎 一百多 一百多而已 一百 想清楚 幾千 幾千 一千多罐 一千多 一千多 四百多 一千四百多 一千四百多 一千三 不是啊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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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度 一度的水 三塊錢的水 可以做成寶特瓶 一千 三百三十三罐 然後你看 現在已經跟你講了 我們新聞已經講了 現在目前賣空泉水的公司 大概有 很多家 百分之五十 都只有 自然水 只要三塊錢 它只要放到瓶子之後呢 每一瓶可以賣至少 每一瓶可以至少賣十塊錢 十塊錢 十塊錢很便宜 那又好像通常不算是便宜 假設嘛 他只賣十塊錢 假設只賣十塊錢 你看他毛錢變了 各十百千萬 他能毛錢賣一萬多 毛錢賣一萬多 好 那這只是三塊錢 三塊錢的成本 他獲利率是幾千倍 幾千倍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做法 現在世界上很多國家 他們在鼓勵 不要喝瓶子要水 我就是去公園啊 我就弄自在水 把它淨化 水質淨化 讓你可以直接生飲 好 什麼 例如說 煮一煮 不一定是煮一煮啊 我們製作的水不能喝 是因為裡面可能有細菌嘛 裡面可能有一些 有毒物質嘛 對不對 所以簡單來講 淨化機 像我們樓下來 淨化機是有煮開的 但是有些淨化機 不用煮開 他用一些 高分子材料 先把一些顆粒 的顆粒先抓下來 接下來用紫外光 照射殺菌 所以出來水是可以喝的 他達到生影的標準 就可以直接喝了 所以你只要有些設備的話 你只要有很多水 經過這樣處理 他就直接生影 可是海水很難處理 海水很難處理 海水多了什麼 多了眼淚 鹽很難處理 所以鹽通常就怎麼辦 膠溫 一個膠碼蒸發 蒸發在凝結 還有幫忙 蒸溜 蒸溜 蒸溜跟膠為什麼不一樣 先生 這個有什麼濕疼 變碳 加結什麼東西 疊在一起的時候 蛤 沒辦法過濾 沒辦法過濾鹽分 鹽嗎 鹽啊 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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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缺淡水 你要拿什麼來濕蜥 降溫 然後再過濾 降溫 為什麼還過濾 降溫 它就會有顆粒出來 喔 對對對 然後再過濾 就好啦 過濾完就好啦 它裡面還是有 那降溫就很少了嘛 你幾乎就吃 你要降溫就挺住 你要降溫就挺住 直接玩去平房 結冰 那你要過濾 過濾 它過不了啊 結冰可能是這個做法 結冰 結冰的話 它可能只有水先結冰 裡面的鹽不會結冰 對 對 這是一個可能的 我沒有說一定可能 但是這是可能的做法 這是可能的做法 還有 但是在以色列 沒有 這我沒有證實 我是說這可能做好 這個在以色列 它沒辦法用結冰的方式 因為結冰要泡更多的能量 那就是說 它那個冰 都是水 它是天上掉下來 它冰不是海血出來的 海血會有一點點吧 很少 它大部分還是天上掉下來 還是天上掉下來 那 用過濾器 要給太陽曬一曬就好啦 過濾器 什麼過濾器 就是 我讓水蒸發 然後蒸發水 我剛剛講蒸掉不是一樣的意思 蒸6 蒸8 跟蒸掉是一樣的 那它什麼方法 沒有 它什麼方法可以 可以把鹽過濾的磨 解液 蛤 解液 不是喔 它鹽在水面就解液 有個方法 有個方法 是讓我們都沒有過 但是這是一個確實可以做的 現在因為你讓奈米等級 所以它就把一塊布 一塊磨 做成奈米等級的厚度 水分只可以過去 但你還可以過不去 它這個孔 就是水分的可以流過去 但是 鹽和水是過不去的 那剛剛我們說過濾啊 你剛剛說不行 我說你解釋過濾啊 剛剛解釋過濾是說用沙子木塊 碳 有漏度 我說過濾 那過濾怎麼過濾 你有沒有講 你有沒有問 你說不行 好 你現在講幾個過濾 一般的過濾是不行的 那這東西它做法是 做法其實就是剛剛別人講 它有問題啊 孔這麼小 它流到什麼時候 慢慢的 要夾壓 這邊要夾壓 這邊要夾壓 這樣很大的壓力 讓水啊 強不流過去 不會泡掉 那就是膜要夠硬 夠強不夠滑 所以它不是很好做 但是是一個方法 但是最簡單的方法 應該是過濾 是蒸餘 但蒸餘的方式 目前來講 對就是要能量 好 那在雪梨那邊 他們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雪梨那邊設計的東西很厲害 他們在雪梨割居院旁邊 不是有那個 屋原嗎 屋原伸出去的屋原嗎 他們在屋原上做一個裝置 可以有點降溫 所以海水 海水自然 因為海水一直在流動 所以海水會有一些水塵機對不對 水塵機碰到這個屋原 它就凝結 水就流下來 所以它一天可以收集大概幾千公升的水 所以它還蠻有用的 可以說送你水支援 漂亮 那台灣幹嘛我們用這個 水很便宜 法奈跟吉安 台灣水便宜 台灣一度水三塊錢是這樣便宜的 法奈買就好了 就是很便宜 你直接水位去做 我做補成本 就像 美國為什麼要開發頁岩的石油 我們講過了嗎 因為油就長到它很划算啊 台灣為什麼不值得開發水資源或者是綠呢 好 可是我的意思說 阿不是台灣缺水喔 可是 我就像缺水我做了沒有用啊 我做了拼不破自然水廠 我做了 我今天台灣缺水沒有錯 我今天開發那個水資源回收廠 我一天可以回收三千公升的水 可以賣到嗎 我知道了 我只能賣九塊錢 好 對不對 好 開